哈囉大家好,我是王瑜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那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古術神母的地獄級的打法 那這張卡片我還蠻建議大家練的,原因是 它跟自然德魯E有一個隊伍技能上面的搭配 那自然德魯E在下口版本中即將潛能解放啦 所以在這張卡片上面實用性也會大大的增加喔 那我們這邊直接來挑戰吧 那你可以在螢幕下面的飛船中找到這個關卡 那你購買的時候,它會... 它會變到上面去,對,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再回到主畫面中,然後左上角的飛船 最下面你就會發現多了一個關卡,沒錯 那這次關卡如果你用買的話 它其實就是...欸等一下,我先組一下隊,好 它如果說你挑戰沒有成功的話,它會沒收你的關卡,所以非常的討厭 所以這邊就一次要給它通關 所以我們這邊組了這一隊,非常穩的一隊 對,推薦給大家貂蟬搭配上這些... 荔架索剩,那我們這邊,一定要帶4種以上屬性會比較... 傷害會比較高一點 那是因為...那是因為我們的貂蟬的一個隊伍技能 對...好,嗯,換我都說,直接挑戰啦 OK架 那這一個關卡是近星的,所以我帶了三隻轉星的 那...有需要的時候會用得到吧 呵呵呵 好,這一隊的血量有三萬耶,哇超多的 好,我們這邊來到第一關,第一關慢慢磨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我們要瞄準一隻去打他 對,那我們第一關是要洗個技能啦 既然瞄準一隻,然後我們這邊有... 有蠻多回合可以先把一隻給帶走 一隻帶走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洗技能啦 哇,天降落11combo,喔這傷害已經打一半囉 OK,被打是完全不會有褲頭的 對,因為這隊血量實在太誇張了 那帶毒龍是因為我們要撐血量 不然這隊其實,雖然有回復力的,呃...有血量的加成 但是,那個血量還是沒有很多這樣子 OK,那我們這邊直接來,這個回合就把他給帶走 應該是,沒問題 先帶走一隻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快樂的洗技能了 應該啦 好,欸剛剛好帶走啊 我們這邊剩下一隻,一隻也是盡量先打他 等一下可以靠這一隻來洗一下技能 好,不要天降太多,拜託,OK 那這隊沒有星珠,傷害會很低沒錯 但是我們可以慢慢洗技能,洗過去就是了 好,那這一隊就等他復活吧 等他復活我們也可以先打他 這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打死他,然後洗技能 對,還不錯,OK 動不動,哇這邊轉星珠跳起來了,我們可以先開一個 欸還是我們再洗一下技能好了 OK應該是可以再洗一下 開了星珠之後這隊應該會變得蠻強的,所以先不要開轉星珠的 我們還是先洗個技能,因為我們打技的CD真的蠻長的 然後 貂蟬的技能CD也是蠻長的 所以可以盡可能就先多帶一下子 喔,好,不錯不錯 可以,我們這邊也是帶走了 剛剛好 應該是沒問題 慢慢打過去就可以了 這個血量真的是超誇張 三萬欸 雖然現在看起來還是沒有辦法回血 但是 回血起來真的是很恐怖啊 好 OK 慢慢打就可以囉 我們每回合都是轉蠻多COMBO的耶 嗯,應該是可以 噢,他也快死掉了 沒問題他又復活了 好,打左邊那個 先帶走 那有沒有發現這樣子打起來其實真的還蠻輕鬆的 對,那我們這邊技能好像也快要洗到跳起來囉 10COMBO 喔,這邊有四回合可以打他耶 我們就在這四回合之內把它給帶走吧 那我們就不開任何的技能,然後把它給帶走這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辦得到的 對 好,喔天將天將 喔呦 天將都10COMBO了 唉,還剩下兩回合 我們要加把禁了 應該是沒問題啦 那麼手轉八 沒有任何天將 這不是禁新豬的關卡嗎 怎麼會沒有天將 好 那這邊差不多了 我們開個轉豬的角色 轉新豬 OK,我看火柱比較多耶 我就開個這個技能 那這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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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新豬的 應該基本上 傷害都會蠻高的 好 9COMBO 喔,回血了 耶,太棒了 我們回滿 欸,沒有回滿血 但是回了蠻多血量 並且把它給帶走了 哎呀,第二關 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我們喜好技能 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遇到的是這一隻 這一隻 基本上也是直接打 那我們這邊可以先把我們新豬全部先轉掉 這樣子 沒有差 反正我們轉新豬的有三隻 所以基本上不用害怕 這樣子 這邊也是可以慢慢打過去喔 好,被打一下之後 沒有褲頭 大家有看到嗎 所以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開個轉新豬的好了 好,這個 按轉成新 按豬感覺比較多一點 好,那這邊盡量 直接來 消 這樣 好 新豬也可以留下來 對,不一定要一次就把它給補完 我們可以慢慢補 慢慢打 這樣 OK 這個回合再來 OK 補兩組新豬 這樣子 總而言之我們還是慢慢打會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這次關卡 基本上你不能死掉 你死掉之後 你就要重新再買一次關卡 所以會非常浪費錢 好 我們這邊 可數 開下去 這樣應該沒問題 雖然進新豬 可是我們還是有一堆轉新豬的 所以沒差啦 好 這邊順利帶走 應該是沒問題喔 好 我們這邊順利 帶走啦 OK 帶走之後 我們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 這邊遇到的是 有兩隻喔 兩隻 打你 嘿 咻 好沒問題 那我 開個 豬雀 還是 欸其實這也可以啦 沒有關係 開豬雀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來 轉吧 應該是可以 至少先帶走一隻啦 我覺得 我認為 應該是沒問題 好 做個全體攻擊 呀 呀呀呀呀呀呀 8combo 欸 傷害非常夠嘛 這個 太誇張了 好帶走沒有問題 我們接著來到了第四關 第四個關卡 我覺得這個 隊伍在打第四關可能比較吃力一點 後面都還好 這樣子 OK他會轉光珠 啊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直接來轉就可以了 如果遇到這隻比較好解決啦 遇到水的可能就是要跟他慢慢磨就是了 可是都是可以磨得過去的 因為我們有三隻轉星珠的 基本上這隊也是蠻穩的 你知道第一關過了後面都過了 好 好 好沒有沒有沒有褲頭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慢慢打的 可是保險的話你可以先 先開一個轉星珠的 因為 開了也沒差 反正我們有三個輪流 輪流開也是蠻多的 你在真的沒有辦法回血 我們其實也可以開這個毒龍的回血技能 好 所以基本上這隊就是超級穩 而且 攻擊力也是蠻厲害的 重點是 這隊是零食抽 所以還蠻容易組得起來的 那基本上除了 我覺得毒龍是 一定要帶的之外 其他三隻都可以換成 比較高血量的轉星珠角色卡 都OK都OK 我們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遇到的是兩隻 那必須先帶走左邊那個 這是一定要先帶走的 好我們先壓個血 木屬性或龍雷 2.5倍 好 回個血 呵呵 再開這個 至少先帶走一隻啦 OK 那這一定是固定版面 一定是可以轉十COMBO的喔 那不開打擊是因為 我們要留到王冠使用 如果我現在開打擊的話 後面會洗不回來那個技能 好 那先抱著左邊 這一點真的蠻重要的 不要去打右邊那個傢伙 打左邊那個先帶走 蠻重要 OK 帶走沒問題 好 那 欸 剩下一隻 基本上這個回合也是帶走他啦 好 沒帶走也沒差啦 呵呵 反正我們轉型做很多啊 喔 剛剛好帶走喔 太棒了 他血量沒有很多啦 好 第六關了 第六關這邊會遇到這個 微塵 對 蠻恐怖的 喔 其實也不會很恐怖啦 呵呵 我們先來 直接轉好了 嗯 欸 其實也不用直接轉了 開個這個就好了 看哪一個珠子比較多 就 就是轉哪一個 版面就可以了 嗯 就這樣 OK 他轉完之後開我們龍科 龍科 龍科主要是把那個 版面上面的 鎖定的 符拭 給全部消掉 我覺得龍科 在這回合開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還有打擊 基本上王關的那個傷害就已經夠了 對 可以可以可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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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帶走吧 這隊真的是蠻穩的齁 呵呵呵 雖然是進新珠 但是我們 我們還是可以轉很多的新珠出來 差一點點 我們洗個技能好了 我看看 對對對我們洗個技能 欸 幫他加血量 我們這邊再開個技能 好 把他給帶走 記得那個鎖定的珠子要消掉喔 不然會有點麻煩 你可能就 沒辦法通關了 好 OK 這樣應該是沒問題啦 帶走吧 可以 可以 傷害非常夠 那我們接著來到王關 登登登 王關這邊就是 一盒盒讓他死掉啦 我們先開格里芬 欸其實 對 一定要開 再搭配打擊 可以可以 OK 全部都送給他了 OK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帶走 沒問題 可以 再賭一些天將 應該就帶走了 欸不用賭天將啦 看看 應該是可以帶走啊 OK結束了 走到這邊喔 非常完美 喔 多天將兩組暗組欸 年中大大特 大牌賣 跳喔 大大贈送 帶走啊 欸 啊 順利帶走 沒問題 VICTORY 順利通關囉 這隊也是蠻OK的 推薦給大家使用 好啦 那這邊 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如果說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個朋友吧 如果說有什麼想法以及建議的話 不用了留言在下方 讓阿虹看看囉 那我是奧利利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 喔對了 喜歡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你就可以收到 欸 那 訂閱旁邊有個小鈴鐺 按下去就可以收到 第一手的新影片消息囉 那大家掰掰 呵呵呵